共产党在中国 回首文革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 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史称十年浩劫 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 影响之深 范围之广 时间不大 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 共产党在中国回首文革节目 要为各位做系列报道 介绍文革的前因后果 历史事件 冲击和影响 以及被卷入的大人物 与小百姓和命运赌博的泄泪实录 向大家呈现事实的真相 今天为大家介绍林彪案之谜 1981年1月25日 中国官方最后完成对林彪案的调查和审判 其主犯除了在坠机事件中丧生的林彪 他的妻子叶群和儿子林绿果之外 还有中国军队总参谋长黄有胜 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吴法宪 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委李作鹏 副总参谋长兼后勤部部长邱惠作 以及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交 913事件以后 中国军队有一千多名军以上的将领 受到清洗和牵连 包括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 和第一副司令员温玉成 福州军区政委周赤平 武汉军区政委刘峰 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 和江西省军区政委程世青等等 有人说 因林彪案受到株连的人达到30万人 中国的文革中冤案无数 绝大部分已经翻案 除了四人邦案 文革大案中唯独林彪案没有翻案 然而多数海外的文革研究人员 和部分中国国内的文革研究人员认为 林彪案疑点重重远非铁案 林彪集团的主要罪状是阴谋发动武装政变 阴谋刺杀毛泽东 这是中共建政以后唯一一次指控有人 要动用解放军刺杀和推翻毛 罪名非同小可 然而中国官方提出的林彪的罪证 只是一张据说是林彪写给儿子林立果 和亲信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的首令 上面写着 判赵立果与石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中国官方说 这是林彪发出的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命令 林立果根据这个首令 组织自己的联合舰队行动起来 准备刺杀正在南巡的毛泽东 然而中国官方描述的 几个阴谋刺杀毛泽东的行动 都是没有实施的行动 官方甚至提不出林立果 及其手下进行准备工作的证据 比如哪支部队多少人准备在什么时间行动等等 中国官方说林立果准备派中国空军第五军政委陈立云 在杭州直接带枪刺杀毛泽东 但是这个被确定为林彪死党的陈立云 后来根本没有受到起诉 而且至今坚决否认有过刺杀毛泽东的计划 当时任中央警卫团团长的张耀茨也说 林立果虚构不可能 他只是意图搞不成 在美国的历史学教授 吴法县的女儿金秋博士 多年来一直在研究林彪案 她说 现在拿出的一些证据 包括那个暗杀毛泽东啊 什么组织小集团啊 这个最后武装政变 包括571 这些东西经过我的当时的大量的调查 而且我访问了一些当事人 那个包括林彪的秘书 林彪的警卫员 那这些我都访问过 包括一些家人吧 我都访谈过 包括林立果所谓的这个小集团里的人 我都访问过 他们都说呢 确实是有议论 你比如说在空军林立果召集了一些 跟他在一起的一些秘书啊 一些人呢 谈论过 确实谈论过 但是没有行动 到目前为止 我没有发现 任何他们都有把这种议论呢 变成行动的这种事实 但想法是有 而且想法是个别人有 不是全部都有 我曾经问过一个很知情的人 就是和林立果就是一起 他参加过这些会议的人 他当时都说 他们提出来以后 他说我当时吓了一跳 我就想想办法 就尽量的把这个问题困难 说的更多一点 就尽量把他们吓退 而且这个人呢 后来实际上 在根本就是913事件不知情的情况下 就已经向中央做了报告 把他们的这些议论 到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证据 我没有发现任何证据 就说证明 就林立果的这些活动 林彪直接知情 再说那个首令本身 上面只写 判赵立果 与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传达什么命令 要办什么 都不知道 只听说周与驰利用这个首令 骗到一架直升机外逃 结果也没有逃成 中国军方作家舒云 近年来的研究还发现 这个林彪首令 竟然有两个版本 一份是从左到右横着写的 另一份是从上到下竖着写的 林彪真的写过这份首令吗 没有任何的直接证据 证明林彪确实要搞阴谋 搞政变 也没有详细的直接的材料来证明 林彪直接参与了摩害毛泽东 我从来没有看到有力的证据 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有看到有力的证据 不仅如此 中国官方也拿不出林彪集团的主犯 黄永胜 吴法宪 李作鹏和邱惠作 直接参与这两个阴谋的任何证据 事后证明 这四个人不仅没有看到过林彪的政变首令 而且对林彪的出逃计划一无所知 中国对他们的判决书说 他们积极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 但是没有提出他们参与 谋杀毛泽东阴谋政变的具体行动或者证据 判决书提到黄永胜 与此有关的唯一罪行 就是说黄永胜向叶群密报毛主席南巡讲话的内容 也就是黄永胜把毛泽东1971年南巡时 四处指责林彪和黄无叶里丘等人的话 告诉给当时还是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林彪的妻子叶群 判决书说 吴法宪把空军的一切指挥权 调动权交给林立国了 可是连林彪的所谓首令都调动不了军队 吴法宪就能让林立国这个富士级军官指挥整个中国空军吗 判决书说 李作鹏没有采取任何阻止林彪飞机起飞的措施 但是如果这是重大罪行的话 周恩来应该罪加一等 毛泽东便是罪魁祸首 当时负责处理林彪事件的是党内第三号人物周恩来 尽管他已经下令阻止林彪的飞机从山海关机场起飞 不过在吴法宪建议在飞机跑道上摆汽车拦阻飞机起飞以后 周恩来并没有听从这个建议 在林彪的飞机起飞以后 吴法宪提出用战斗机拦截 有人提出用导弹打 周恩来没有同意 而是向毛泽东请示 结果毛泽东网开一面 说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都是没法子的事 由他去吧 周恩来后来解释说 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 军队的副统帅 我仅是个政治局常委 在军队中又没有挂职 怎么能命令部队打掉党章规定的接班人 显然 把林彪飞机飞走的罪责夹在李作鹏身上并没有多少道理 而对于邱惠座参与政变和刺杀阴谋 判决书更是一条罪状都说不出来 中国官方的另一个重要指控 是林彪集团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 五七一工程纪要 据说这是913事件以后 从林立国等人经常去的空军学院一个楼里发现的手写的文件 然而 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林彪或者他手下的黄乌叶李秋 看过或者批准过这个五七一工程纪要 同时 大多数海外文革学者并不认为五七一工程纪要是一份政变计划 而是一份声讨毛泽东的政治席文 在美国的作家李杰说 林家父子扮演了荆轲 这是比荆轲更为精彩的事情 有人说要建议把毛泽东这个纪念馆消掉 把尸体搬出来 我倒是觉得也不必搬了 但是要在纪念堂门口立一个剑碑 剑碑上就是刻着五七一工程纪要 把这两个历史放在一起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就很清楚了 林彪给了毛泽东致命的一击 林彪把毛泽东的话语这个神话给彻底的祭破了 虽然林彪不能达到他的权力 但是他把他另外一个东西话语给祭破了 所以毛泽东在这个文革当中受到最惨重的打击 就是来自林彪的打击 五七一工程纪要 林家父子是英雄 是刺情的英雄 他虽然没有刺到毛泽东的权力 但是他刺倒了毛泽东的话语 所以很多人说 哎呀 这个五七一工程纪要当时独来正向思想解析 放着一道光芒呀 一句是真理 中国大陆著名的维权活动人士郭飞雄说 经过文革人很多层当时公布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间 读到了林彪的一些政治纲领 对毛泽东产生到一定的反省 林彪的那个五七一工程纪要 不如说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宣言 它是一种牢骚的积蓄 就是对文革的一些不满 发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变向失业 五七干校变向劳改 中共高层政治绞肉机等等等等等等 实际上是一种牢骚 如果说到军事政变 他当时讲过 说我们可以利用的力量 充其量不过几个师 包括坦克二十八团 空军三十四师 那是个专机师 还有民航 如果这个是林彪搞的政变的话 林彪只能调动这么一点点力量 所以在五七工程纪要 刚刚宣布的时候 美国的一些学者说 这个简直就像童子军计划 怎么能实施这样的政变计划 这个东西很可笑 知情人说 当时连毛泽东都不相信 这是个政变计划 913事件的最后一幕 是林彪携带家人乘飞机出逃 以中国官方的说法 林彪计划逃到广州 另立中央 或者逃往当时与中国严重敌对的前苏联 然而林彪在9月11日晚上还说 反正活不了多久了 死也死在这里 一是坐牢 二是从容就义 似乎已经报定了一死的准备 是什么促使他同意乘飞机出逃了呢 另外 中国军队作家书云的调查显示 当时的广州军区 对林彪要到广州另立中央一事 一无所知 而且后来被确定为 林彪集团同伙的军区将领 都没有倒台 包括林彪的老部下 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 林彪的女儿林立衡 和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都说 在出逃的时候 林彪当时吃了安民药 昏昏沉沉 是被驾上汽车 抬上飞机的 但是林彪的警卫秘书 李文普回忆说 林彪出门的时候 十分清醒 是自己走出去的 而且在车上问林立果 到伊尔库斯克多远 要飞多长时间 李文普因此断定 他们要外逃 因此跳车 并且被林立果开枪打伤 但是也有人说 他是自己开枪打伤自己的 是在政治形势的逼迫之下 做了伪证 林彪的飞机在蒙古境内 不进入前苏联 反而回头向中国方向飞 原因何在呢 当时蒙古代理国舰元首 第二号人物回忆说 飞机向苏联发出 让我们进入的请求 但是苏联拒绝了 我们得知 如果这架飞机继续飞行 就会被击落 所以飞机当时掉头飞了 但是这种说法 无法得到证实 林彪的飞机坠毁的原因 至今也是一个谜 有人说 是前苏联驻蒙古部队 用导弹打下来的 有人说 是飞机燃料耗尽 迫降坠毁的 还有人猜测 机上发生过争斗 没有人能说清楚 把上述种种事实和疑问 加在一起 就会得出怪诞的结论 身经百战的元帅林彪 带领一批身经百战的将军 按照自己26岁的儿子 林立果等年轻人起草 而且他们可能 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的 武器工程纪要 全权委托林立果 率领百十号人的联合舰队 执行刺杀毛泽东和发动武装政变的重大计划 失败之后 林彪糊里糊涂的逃往前苏联 不料在途中击毁人亡 他的几员大将 则通通在北京束手就擒 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 有谁能接受呢 多年研究林彪案的 中国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 王年一就说 所有接触过林彪事件的人 不论观点如何 都有一个共识 疑点太多 且难于破解 其实 对于林彪案的解释 真正头疼的 可能是当初的毛泽东 和现在的中国共产党 913事件 使中国第一号人物毛泽东 和第二号人物林彪 以暴力的方式 最后决裂 毛泽东这次第十次路线斗争 胜利的结果 实际上是毛林两败俱伤 经过文革的这些人都说 林彪事件是他们开始觉醒 这简直是儿戏嘛 昨天让我们相信 他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 接班人 今天就变成了反革命 这个弯子很难转的 林彪允命蒙古 周恩来曾经嚎啕大哭 毛泽东则大病两场 郭飞雄说 毛泽东在林彪死了以后 几个月不想吃饭 不想起床 最后身体出现了病危 严重影响他的健康 也受到了一种报应 他的心里就觉得 原来一辈子喊 忠诚于我最想的那个人 原来想毛害我呀 人受到这种精神创伤以后 会很长时间排解不开 第二个呢 国人怎么看待我 过去呢 我打倒了高刚 打倒了彭德牌 打倒了刘少奇 我还可以用政治理由 现在一个 红花大革命中间 跟了我这么久 喊着我的一样的 理能和口号的人 又跟我是 一个玻璃师班的兄弟的人 又被我把他消灭掉到 国人和历史怎么看 会说我这个人 不厚道啊 没良性呢 文革专家丁凯文说 毛和林是不可以分开的 你把林彪说成是说 哦 他反而要来杀你 要来政变 这个无论如何是讲不通的 虽然大家批的是林 但是人们心里清楚的说 这是毛泽东的一个失误嘛 你犯错误了 你也不是很高明吗 你自己树立起来 接班人竟然要去杀你 这个怎么能讲得通呢 反而这触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所以毛呢 他心里很清楚 虽然他把林彪干掉了 但是呢 他的形象是彻底毁坏了 而且文化大革命这盘棋 恐怕也就到头了 所以这也是毛之所以 非常沮丧的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林彪案问题多多 中国共产党仍然没有重审 林彪案的意图 各种原因 也许只有中共最高决策层 才知道 丁凯文说 民间呢 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呢 实际上已经是相当的深入了 很多具体的这个情节 很多历史的细节现在一一都被披露出来 如果把这些真相细节都披露出来的话 官方呢 对林彪事件的定论自然就是站不住脚了 记者问文革专家高文谦 假使中共愿意把这个事情弄清楚的话 他能弄清楚吗 如果要弄清楚的话 是可以的 比如说叛逃的问题 当年这些被关进去的这批所谓凑欠人 他们当时讲的是不是都是你真话 有的人是不是开始讲了真话 但是后来在这个形势下 在逼供利用下 那么不得不有做了违心的证词 我觉得官方如果真想搞清楚的话 还是可以的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 比如说叛逃的问题 这个飞机摔飞 这个每架飞机都有那个黑匣子 黑匣就在苏联 为什么不能够堂而皇之的 向这个苏联政府要求把这黑匣子取回来 可以发现的 你们要在最后的一段飞行过程中 飞机上的对话 这些东西都有助于了解事情的真相 但是恰恰是因为中共官方不愿意弄清楚这么一个问题 所以他既不去管俄国政府去要吹匣子 也不在国内重新来调查这件事情 为什么 道理就是因为你给林彪翻案的话 势必极大程度上损害毛 而这一点是官方无论如何不能够做的 金秋认为林彪案翻案对于中共必大于利 为什么必大于利呢 林彪翻过来 毛泽东怎么办 林彪这个案之所以没有办法翻 从政治上来讲不好翻 就是因为直接牵涉到毛泽东 如果林彪是好人的话 不是坏人的话 那谁是坏人呢 谁来为文革负责 就看中共他有没有胆量 来承认现实了 文革到底怎么回事 这十年死了这么多人 被牵涉的家庭人数超过一亿 死了多少人现在没办法统计 这么大一个问题 现在让谁来背 这个账算到谁的头上 对这些被审判的人讲是不公平的 确实是不公正的 但是你要向全国人民有交代啊 你怎么交代 你不把毛泽东拿出来的话 那只好把这些人拿出来 那么现在如果这些人一翻的话 毛泽东怎么办 因此文购专家高文谦说 只要是中共执政一天 就一天不会给林彪翻案 受到林彪案株连的金秋博士认为 翻案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实际上我经常跟我母亲说 我劝她 我说你不要老是把眼睛看在 党给不给你翻案 我说历史这个东西啊 会从历史上自己用 历史上可以证明的 事实总是事实 不是事实东西总应该站不住脚的 我就说我们去研究历史 我们从历史的角度 来把事情澄清就可以了 我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肃 是亮丝的 我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肃 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肃 是美国之音笆 所以我们从历史上 是美国之音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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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美国之音笆的